主席 各位列席的官員,我們本會的同仁,大家午安,請順主委 請順主委 陳委員好 主委好 本席的故鄉宜蘭縣有十二個鄉鎮市 其中有兩個原住民鄉 哪兩個你知道嗎? 南澳大同 兩個吧齁 那我過去呢,因為我是讀森林系也是森林研究所畢業 最近我看到一些山林的悲歌 悲哀的悲歌,歌聲的歌 山林失守 曹木雖然無情,但是人都有情 尤其是記住在長期記住在身上的我們原住民 但是讓我很痛心的 這個山林悲歌變成原住民的悲歌 那原住民本身謀生的不義 那現在有一些不法集團,不孝集團 不但用利誘,甚至用毒品來控制我們原住民 讓他們變成山老鼠 這個事情你知道嗎? 我知道 而且我們也跟檢調的單位有跟他們反應 而且我們在這個事情上面,我們很嚴正的去重視 我想這個是,就事論事 這個是治標 治本的部分 這個你們要去想一個辦法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原住民委員會 在怎麼樣讓這些老的年紀比較大的原住民 怎麼樣利用政府一些公共的資源 比如說現在很多學校 少子化原因 怎麼讓他們老的時候 能夠政府的這個政策 或者政府的一些建設 或者福利能夠讓他們能夠享用 那同時呢 是不是三地的資源現在大家都很 很關心本席的故鄉太平山 或是南澳的這個 這個這些國家步道 其實都很好做一些 我們現在老委會也在推動嘛 在推動一個 經濟型的或者是社會型的一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其實都可以鼓勵他們發展你們的文化產業 或者是你們的觀光資源都會發展 這方面你應該去配合這個老委會 大力的宣導 來做這樣的配合 報告員 容我多講幾句 在這個 因為其實台灣原住民在中央山脈這個地區的活動 是已經好幾千年了 那從日記時代有這麼大的變化 事實上我覺得要正本親眼解決 原住民在山上的這些問題 我們應該在整個國土富裕計畫 或者是國土重劃裡邊 很正式把原住民的在山上的這個存在 以及他們在那個地方的活動的空間要一併去考慮了 像現在因為那個整個環境變化這麼大 其實我們的同胞都不太知道自己的部落何去何從 所以我這段時間跟內政部也好 或者是跟那個農委會也好 其實我們有很多次的討論 我們很希望將來在整個國家的整體的國土規劃裡邊 真的能夠對原住民的未來的這些 你不能全部把他們趕下來 那他如果要留在那裡是在什麼樣的條件底下 而且那個道路是不是要有一些重新的配合 產業也要做這樣的工作 是相當的複雜 但是現在我們有幾位首長 也真正感覺到這個問題的 我們有七百多個部落 我覺得原住民將來那個每次爭到災難 要緊急撤離要不要撤離 這個道路要不要重新修 我們每一年都幾乎要去重複的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整個國土的計劃裡邊 怎麼樣把原住民這個區塊拉進去看 我看委員你也知道林克孝 我跟他是好朋友 他在南澳做的事情也很遺憾 他走過的這些地方 他發現的那個地方 原來是有那麼多跟原住民有關的故事這些遺址 這是我們台灣史的一部分 所以也希望委員能夠在這個部分 都給我們 主委我是建議你 像即使每個原鄉都有它的特色 要建立它的不管是觀光或者是特產 其實應該要一鄉一特色 把那個特色都很顯明的出來 甚至我們現在也可以規劃 可以規劃一些適合 看也是農民保育法 能夠有些適合狩獵的地方 然後應該有這樣的規劃 或者說我們在 我們在以複西鄉來講 水蜜桃就是一個它的特產 對不對 那現在進口的水蜜桃 菌桃的水果把它打得七零八落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怎麼繼續想辦法 讓它的特色的農產品 或者是山產品 能夠維持它跟自然資源結合 讓它們有一個生計 其實用你族人 因為原住民他們就業困難 就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居住環境 這個是事實 那所以呢 在居地的產業 在地的產業 我們應該去想辦法去 重點去輔導 你們應該是想從這邊思考 說是各原鄉怎麼樣 扶持它在地的產業 在地的就業 對這個在地的產業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就一直主張 很多在山上的林地的這些養護也好 涵養土地的工作 能夠讓原住民做更多的參與 我們一直覺得 中央山脈這個軸線上面 其實有一些工作 包括國家公園 應該讓原住民有更大的空間 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不需要再去種 比較可能對土地 存在比較負擔重的這些產業 有時候我們種這個高冷的蔬菜也好 你知道每次只要一風吹草動 輸不出來 立刻受到危害的也是我們的同胞 所以那個產業恐怕也要有一個更大的轉 不過因為這些都是長久以來的事情 需要各方面把這個條件能夠把它具足 我們覺得對原住民未來的前途 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規劃 跟完整的對話才是比較是正辦 其實沒事的 這個所謂土石流 山榮爆發 或是房屋被淹沒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們 比較偏鄉的原住民 那我們也覺得很痛苦 像這方面你應該跟中央的一個 震災的基金會 去大力爭取 我們有 現在其實我們長期以來 對那個原住民現在的這些部落 我們對他們的安全堪雨的程度 我們其實都有完整的理解 那最近因為特別是921以後 我們山上的700多個部落 有一些問題又有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也再重新去 再去從踏查 將來我們對這些原住民的原鄉部落 應該分不同的等級 做不同的這些處理 那我一直覺得在這個部分 原民會還需要做一些努力跟鞭策 因為這個部分 跟原住民所有的生存空間有關係 也希望在這個部分能夠有一些突破 對 主委 我這裡也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在原鄉 他們也有一些智慧性的一些協會 比如說新竹縣有一個司馬庫斯的協會 結果前一陣子竟然發現他說 司馬庫斯協會的理事長何明花 跑到宜蘭縣的南山 去偷砍那個檜木 他們和解了吧 和解了對啊 問題不是和解而已 我想這個其實要真相的了解 我在這裡強調就是說 其實 守護山林最重要的還是林務局 因為公務器官 那 主委員這邊是要教育 因為要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要不然的話 這個把這個 把原住民逼著他們生活不易 逼著他們去當山老鼠 或者是變成不法集團 餵毒或者是利誘 變成山老鼠 人人喊打 我覺得這個對原住民是很大的侮辱 特別是 政府應該哪一套針對於 針對於買家的部分 或者是毒品控制這些原住民的朋友們 這個部分應該做一個最嚴厲的處置 所以我們在修改森林法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要注意到這一點 未來這個方向也希望你能夠支持 這個方向一定支持 就是說原住民有一個文化 就是砍這個 當然現在和解 那我想說原住民其實要和諧相處 自己要有一個規矩 不要說自己的地方不砍 到別人的地方去砍 我覺得這個都會引起這個 族群之間的對立不好 那你像這個和諧發 你應該私底下找他們聊一下 他自己本身也是協會的理事長 怎麼可以發生這種事情呢 自己的地方不敢砍 砍到宜蘭線區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 很不好的狀況 那言歸正傳 我只希望說 你原住民委員會 在預算上有限的情況之下 能夠加強他們就業謀生的人力 然後發展我們在地產業 在地產業的重要性 讓一廂有一特色的產業 不管是觀光產業 或者是特產產業 你要去規劃這個東西 讓他們能夠有個方向去跟 要不然他們其實 包括原住民鄉的鄉長 行政當然其實都很脆弱的 我們可以委託專家來評估 譬如說我們大同鄉市有發展什麼 我們南大鄉市有發展什麼 然後我們去規劃去推動 我想這樣 又配合我們相關政府部門 多一些人力規劃 我剛剛講的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然後委會其實 可以在地就業 他們每個月 也是有最低工資的方式 來孤論我們原鄉的 這個主人 也可以在他們從事就業 這個部分你應該多多利用 政府的德政 謝謝 謝謝